3部帥哥多多 3部帥哥多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辅社长Miki 不知不觉又到了五月底了 待在家里防疫的日子 总是觉得相当的烦闷 很想要快点恢复自由外出的生活了吧 为了让大家能够继续的乖乖的关在家里 今天特别找来了一群帅哥陪伴各位 排解了大家心中的孤单寂寞 今天的主题就是 3部帥哥多多 仰眼动画特辑 让大家在家防疫也可以调剂身心灵喔 首先第一部要介绍的是 FREE 这部小豆腐们肯定不陌生 应该是众多女孩们共同的回忆 动画呢总共有3季 还有5部剧场版 故事人有讲述4位国小曾经隶属于 同一个游泳俱乐部的男孩们 他们在国中毕业前 拿下了接力冠军甚至刷新记录 但毕业后就各自分道扬镳了 接着时间转到了高中 原先日子过得乏味无趣的 主角期待瑶 某天意外的与昔日的战友 松刚领重逢 这次的相遇再次点燃了瑶的生活 决定和好友重建炎渊高中 先前被废除掉的游泳部 并展开了充满热血激情的故事 这部动画由京都动画制作 所以在画面的品质上相当的有保证 加上因为是游泳运动番 当然就是少不了一堆养眼的画面 阳光美男肌肉夏日三大圣品 主要主角有面瘫寡颜外冷内热的七赖瑶 温柔体贴擅长照顾别人的菊真情 感情丰富聪明又坚强的松刚领 开朗帅真又有点少根筋的夜月骨 文武双全又真性情的龙麒麟 各个身材颜值都两面俱全 当然也是少不了暗戳戳的激情 我们团队的抚摸边私心最喜欢的就是 摇还有真情的竹马CP 社长自己是暗暗的吃摇领CP 只能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随逆配对 而今年Free也即将推出最终的电影版 算是给众多粉丝一个完美的交代了 大家可以趁着在防疫期间 补完之前的进度 之后再一起幸福的进去电影院支持啦 再来第二部是文豪野犬 这部总共有三季动画和一部剧场版 还有一个衍生作品文豪Straight Dogs 1 剧情描述被孤儿院赶出来的主角钟导敦 恰巧在河边撞见了一位政要自杀的男人 也就是隶属于武装侦探社的社员泰宰志 接着他在食人虎的事件当中发掘了主角的异能 并且推荐他加入武装侦探社 后续与社员一同处理了多项特殊的任务 还有港口黑手党和北美艺能工会两大势力 算是围绕着武装侦探社发展的战斗番 这部的特色是角色都是以当代文豪为名 艺能招式则和他的作品有关 算是一部非常另类寓教于乐的动画 像普摩边还曾经因为太喜欢太宰志 所以就去买了他的代表作 《人间诗格》来看 动画是由骨头社负责制作 我觉得战斗场面恰到好处、紧凑又热血 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特色和魅力 单纯耿直、温柔善良的中导敦 毒蛇讨厌麻烦又热爱自杀的太宰志 崇尚理想认真而急躁的伯木田独步 聪明领略又有点吊嚷嚷的江湖穿乱布 性格凶暴却对太宰有着莫名执着的戒穿龙之戒 机灵灵敏身高却只有160的中原中野 那这么多男人出现呢 当然就也有CP的诞生啦 我个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太宰志 还有中原中野这对CP 旧战友、心敌对、相爱、相杀、却又充满了默契 这种设定肯定是大家都抵挡不了的吧 如果也是喜欢这种男帅、女美、有艺能、又有战斗的动画 那就绝对不能错过这一部 再来最后一部要推荐的是 《歌之王子殿下》 共有四季动画和一部剧场版 由同名的游戏改编 这部比较特别的是主角是女生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逆后宫 但是故事其实并没有特别刻画BG的爱情线 所以在类型上面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难以分类 故事主要内容是发生在嘉义女学院 一间培养演艺人才的全住宿私立学校 女主角七海春歌因为对偶像的崇拜 带着要成为作曲家的梦想入学 在那边遇到了七位特色各异的男孩 并且一起实践演艺梦的青春物语 因为是演艺事业为主轴的作品 所以制作公司砸了非常多的心力在歌曲的制作上 每首的OP啊ED都超级的好听 舞台和舞蹈的编排也都相当的用心 四季的OP也都是由工业征手所演唱 整体的音乐水准更是品质保证 主要的男角也都是隶属于偶像团体 活泼开朗热爱唱歌的衣食木音也 性格认真擅长弹奏钢琴的盛串针斗 温柔体贴专长是拉中提琴的四支公纳月 冷酷毒蛇歌艺高超的一支带实业 自由奔放擅长吹萨克斯风的神功四连 自信强势专长是拉小提琴的来西翔 直白坦率擅长吹奏长笛的爱导赛希尔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偶像团体帅哥们 总之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 算是一部超级扬眼的帅哥动画翻 那以上就是这次推荐的三部帅哥多多 超扬眼的动画介绍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们也很喜欢的作品呢? 我自己也非常好奇大家会喜欢哪一个角色和CP 或是有推荐哪一部也超多帅哥的动画 别忘了在下方也留言一遍跟我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看的主题也都欢迎一遍的跟我说说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了要按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祝大家月底愉快防疫顺利 我是Ni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掰掰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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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